這段影片想跟大家講講,即是做題目 有些公式會用,以及有些壓心唇 當然公式很多 這段影片我先講了一部份,其他影片再講 其實存款創造,如果你還記得之前的Case 存款創造一定要有部份儲備的制度 銀行就不可以借所有存款出去 政府要求的 很多同學就會想,如果存款創造 沒有這個要求更好,可以創造更多的存款 但這本書或普遍的想法是反過來的 他就覺得如果沒有這個制度,銀行是不可以借錢出去的 所以部分儲備制度就幫助存款創造的情況 如果沒有部分儲備制度,銀行直接不借出去 那就創造不到存款 所以第一個假設,如果要創造存款 就要有最低的部分儲備制度 下面2、3、4就是創造最多可能的存款 第一個就可以創造到存款 第二至四就是創造到最多的存款 第二個就是銀行就不去保持太多的儲備 法定要求的就是保持這麼多就這麼多 如果他不會保持一個額外的儲備 那他的貸款就會多些 貸款多些,存款有機會就會怎樣? 存進來的時候也會多些 第三就是呢?其實那個貸款的需求是很多 那麼銀行就要借出去是很容易的 那麼當然現實來說,是不是呢? 那麼未必是的 但是這裡我們假設了 如果他銀行要借出去 實會借一出呢? 那麼存款創造就會是最大的 那麼同學留意啦 DX他有試過出過 2、3他就當是同一個項目來的 而第四就是沒有一個現金流失 即是那些人是怎樣? 不會再持有額外的一些鈔票 總之借進來之後呢? 經過一些階段之後 都會全數呢? 就全入回銀行這樣 那麼之前說過的例子 其實都會顯示過存款創造 有很多個步驟這樣 但是之前的例子就是100元 銀行每次保存100元 但是現實來說 就根據那個 required reserve ratio 去持有存款的 但是如果我們 好像之前這樣 就要每個step這樣做 其實就很繁複的 所以通常我們會用一些公式 給我們去找一個最大可能的存款 或者有時候要找其他的資料都未定 如果同學想在這一部分 你考得好些 就是你懂得用完之後的公式 那基本上呢 通常我們都是考一些計數 這個課題 都會寫文詞 有機會 但是主要考計數 如果你計數那裡都很熟的話 那自然就十無問題 那做那些DSE的十無問題 那大致上呢 可以分成四類的公式 那我今天就說個reserve ratio 而這四類呢 其實它們都是比較緊密一點 有些關係 那需要可能ABCD 你都很熟 那做起上來就會比較好些 那我先說了第一類 reserve ratio 那儲備的比率 對不對 剛才都說過 那有法例要求的 那它就叫做RRR 就等於required reserve 除回deposit 剩下100% 那換句話來說 就是如果我有 如果政府要求是25%的 那如果存款有100元 那就是我要 我要留在銀行的鈔票 就25元 那通常就 這個RRR的數字 那就是會給 題目會給 那如果不給 就 可以用required reserve 除回deposit 那都找到一個RRR 那這條式有什麼用呢 就是幫我們找到 最大 那個全銀行乘數 那銀行乘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假設它是5的 你算到是5倍這樣 那如果你有1元 reserve 那reserve 那reserve就是銀行有的鈔票 那你就最多可以創造到 5元的deposit 那如果你從這條式 你試試從一個數學 rezo的角度去看 你把100%調去 就是RRRR除回押 等於什麼 那就是 required required reserve 除回deposit 那正正就是 左手邊 RRR除回押 其實你用一個比例去看 就知道為什麼 這條式是怎麼來的 除了它是政府要求的 有時實際的儲備 跟那個政府要求不同 可以找一個實際儲備比率 如果它叫你找 你可以找一下 那就是把實際的儲備 除回deposit 成為100% 那實際的儲備 跟它要求的儲備 是不同的 那實際又怎樣 它可能有一個超額儲備 那多過要求那個 那就不會少過要求那個 因為政府要求 那你低過政府要求那個 那就是犯法 那如果從一個數學的角度去看 你也是 一個rezo的角度去看 那也都會看到 左手邊 即是實際的儲備比率 除回1 那這裡我不用了 其實跟上面那個RRR一樣 那右手邊是什麼 就是actual reserve 除回deposit 其實是一個比例 那而這個excess reserve 那同學可以把實際的儲備 選擇一個要求的儲備 那如果實際多於要求那個 那就是額外的儲備 就會是怎樣 就會是一個excess reserve 這樣 那有條簡單一點 那就是 以下這個銀行體系 那銀行持有 10個billion的excess reserve 對嗎 100億的超額儲備 那公眾就 無論如何都持有50億的 cash 一個貨幣 那如果我們找個requited reserve 怎樣找呢 那首先找回requited reserve ratio 怎樣找呢 首先找回requited reserve 那要求現在多少 實際是70 超額了10 那就是要求是多少 就是60 70-10 70是實際的 但是有10億 10個10億 就會是超額了 那就是其實政府要求是60億 那再除回requited reserve 150 就是像這條銀行一樣 70-10 除回requited reserve 150 乘回requited reserve 100% 這一條銀行 這樣就算到是40% 那就是政府要求 每1元的存款 就有4毫子的儲備 那實際的儲備比率怎樣找呢 那很簡單的 實際是70 除回requited reserve 150 再乘回100% 那就是46.7 那實際儲備比率 就多了6.7% 那這段影片就說到這裏了